就在對岸解放軍一連串逼近臺灣的演習 快要告一段落之際 緊接著臺灣年度的天雷操演 也要在明天登場了 為在屏東方山的暗季 陸軍八軍團的第四作戰區的士官兵 今天就開始部署了火炮和機槍 不過儘管這一次天雷操演 被外界視為是朝對岸的反制作為 但是軍方稍早也回應說 其實早在七月二十二號就已經公告了 但是因為演習區域不排除 跟對方的解放 對岸的解放軍有小部分的是重疊 也因此格外引發關注 沿著屏東方山的暗季 陸軍八軍團第四作戰區部署火炮 對準海面上的敵軍進行反登陸射擊 就在對岸解放軍大規模的軍演以後 國軍緊接著要在九號以天雷操演盛大登場 被外界解讀為是針對共軍的反制作為 敏感的是安裝 沒有啦 還好啦 正常的NC要訓練 吊客老神在在 不過針對這一次的天雷操演 為了避免對立擦槍走火 居方強調在七月二十二號就已經發布公告 要在八月九號展開年度的 例行性重砲射擊延續 但這一次反登陸重砲射擊 共部署了三十六門一五五榴彈炮 朝海面敵軍轟炸 而且演習的區域管制範圍 從海岸往臺灣海峽延伸長十五公里 寬約十三公里 和中共軍演的範圍相當接近 甚至不排除可能有小部分重疊 看他們設計方面的問題 面對解放軍的軍演挑釁 今年的天雷操演格外引發關注 事實上不只陸軍緊鑼密鼓整備 海軍委託台船打造下水的玉山艦 近來也在高雄二港口加緊試航測試 不少軍事迷記錄玉山艦出海的英姿 這艘新型的軍艦為海軍兩棲船屋運輸艦 全長一百五十三公尺 寬二十三公尺 最高航數二十一點五節 可載運全副武裝部隊兩百五十人 軍艦總共載運人數六百多人 可搭載直升機兩棲突擊車和登陸艇 火力配備有各式的快炮和火炮 以及防空飛彈發射器和對空搜索雷達 玉山艦能不能在下個月 順利交船給海軍 在對岸解放軍不時放風聲軍演之際 台湾也快馬加鞭整備強化武力防衛 夜九吳郭真 呂昭彥 郭旭輝 虎方松 SNG小組 評農高雄綜合報導